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觉得是啊 我就是这样 就觉得很像 我很爱这个角色 我最喜欢浩兰的一点就是她活得很拼命 然后尽力尽全力 那为什么要狠呢 就是她需要一个失去的过程 给人滴落到低谷的过程 什么都没有依靠的过程 这过程是让自己内心变强大的一个 必须要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也许工业中的微音乐更果断 我要活下去那个欲望 我觉得是更强 但是浩兰她想要爱情 想要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她就够了 但是她得不到 反而是这种得不到吧 又给她了一次次失去的感受 以至于到最后到了秦国 她成为了王后太后 都是因为一次次的失去 一次次的想要 所以一次次的选择里面 她才走到了她最后的位置 我觉得她这一生 让每一个女人都可以去学习 就是她的一生太精彩了 我觉得很羡慕她 我 女儿 我 银子处 我们都不受了爱情 我真的吗 这是我全聚最喜欢的一句台词 就这句话也是扁明了 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和这个故事 里面很深刻的东西 浩兰要是影圈太多了 服装造型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今天一看自己 我这个是16岁 今天是白症 明镇 今天是身下的 就我从服装上给我了 有很大的帮助 穿上了她 我觉得自己就是浩兰 回想起来拍摄的过程 我觉得一定这部戏 非常的好看 戏里面的角色很多 每个人都非常精彩 我觉得可以让每个观众 在这么多的人物中 去看到自己想要找的人生 看到一个人生的方向 浩兰传是这样 我觉得